大家好我是文瑞 最近整个海外的这些媒体的整个报道 不论是自媒体还是传统媒体 不论是中文媒体还是其他国家文字的媒体 大家整体的报道 就是好像都在说习近平要连任了 基本都在讲 那么现在我的生活变化也很大 第一点变化就是 昨天我也提到了很多负面的评论进来 当然我的心态也很强大了 对于这些负面的评论 就是我也看 然后我觉得大家说的有道理 我也会反省自己 这我就不想赘述了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生活上 有个非常大的变化 就让我感觉真的是轻松很多 就是终于终于不用再早看新闻联播 不是早看人民日报 晚看新闻联播了 这最近长期不怎么看了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 马上就要高考了 前两天就可以休息休息了 不怎么复习的这种状态 就轻松很多 那么20大结束以后 可能新闻联播或者人民日报 还会再看 但是看的频率就会很低了 这个让我感觉到就是轻松了许多 然后现在很多人在探讨说 谁会做常委 对不对 习派会有几个人等等 这个事情 反正我一次也没有说过 以前我也讲过理由 我觉得这次 在我的心目当中 习近平能不能连任这个事情的比重 能占95% 其他事情 我是并不是那么特别看重 但是这两天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消息 比如说李克强又谈到了改革开放 再比如说两个军委副主席 他们可能在媒体上体现出来的观点 可能有一些不同等等这些事情 我也不想说了 因为我知道 我一说肯定有一大堆负面的评论进来 反正就是我的观点没变 还是那个想法 然后一直等 等到过两天 23号这一天 中午12点左右 到底是谁最后一个出来 咱们一起看 一起看 这也没有几天了 然后这两天 就是我们看到整个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可能很多政府 他们也看到这个情况 他们也认为 可能习近平是要连任了 所以说出现了一些变化 比如说昨天看到这个朝鲜日报 有篇文章 这个文章题目是欧盟 然后欧盟表示吧 就是他题目是欧盟 应将中国当作全面竞争者 而非伙伴 这朝鲜日报 这个中欧网 他转载金融时报的报道 金融时报在17号就报道称 说这个欧盟制定了 大幅改变对华战略 将中国定为全面竞争者的报告 这个变化17号 正好是这个16号 20大开了以后 然后这个报道就出来了 然后这个朝鲜日报说什么呢 据悉欧盟成员 他转载金融时报的报道 说据悉欧盟成员很可能 在17号的外长会议和20号的首脑 会议上讨论该报告后 将其采纳为欧盟的基本战略 有这个变化是很大 很大的 而且他这个报道里面还说 就是在政治方面 中国和这个西欧民主主义国家 展开了更直接的竞争 这个我都是念的朝鲜日报的这个原文 那它是引述这个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 那么这个在政治方面 这就很清楚 大家就会有感觉了 这我也不想赘述了 因为这些年欧洲和中国在很多 包括人权方面的这些矛盾 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他这里面提到的是将中国当作全面竞争了 其实说白了 本质就是敌人 就是这样 那就是这个事情 在我的判断是不是欧盟看到这个十六大开流 他们判定认定习近平要连任了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就定出来了 这是我的感觉 然后包括美国 也是17号 我看到新闻17号 然后布林肯就是他公开表态 他怎么说 他说我们看到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中国 他在国内更加具有压制性 他在国外更加咄咄逼人 在许多情况下 这对我们自己的利益 以及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构成了挑战 这个文字 我是看到美国之音中文这部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么说的 但是不同的版本 可能有不同的翻译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他这个话说的已经是非常直接了 他就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对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构成了挑战 然后他还说什么 布林肯说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 现状再也无法接受 并正在寻求以更快的时间表 将台湾置于北京的控制之下 并且有可能使用武力 这个也是 就是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 我就拿过来念了 那么这个话说的就是很直接了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在加大 因为习近平他如果这次连任的话 连任的话 当然我这么说肯定有人不爱听了 文瑞你也没信心了 是不是 你也在说他连任了 对吧 我是这样 咱们就到最后那天再看 但是他们是这么报道的 我就做一种假设 如果习近平连任的话 他有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他的心里面会非常着急 着急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连任 第一按照民主国家的角度 他没有合法性 因为不是老百姓选的吗 第二在体制内 他也是就是说违背了体制内的一些规则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政绩 这些年 他就是基本上 咱也不敢说百分百 基本上就是不断的烂尾 就是做一件事情 就做错一件事情 反正这个事情 他也没有什么政绩 那么他现在连任了 对不对 他就会非常着急什么 着急做一个什么事情 来证明自己连任是正确的 证明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对不对 他想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什么事情呢 你想想去吧 他很有可能就会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做文章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呢 就是这些事情 美国也都看到了 那么大家 整体上吧 欧盟和美国 这就比较有代表性了 他们的感觉 通过媒体 他们感觉可能习近平要连任了 那这样的话呢 他们就要做长期的准备 长期准备 习近平今年69岁 那么 呃 就说79 那至少得10年吧 然后甚至有可能是20年 那这些国家就要做好 长期的这种准备了 那他们可能就是谈到脱钩这个问题 就在2019年00年那时候谈 好像大家都觉得不太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呢 欧盟这个美国跟中国脱钩 是不太可能 但是今天 你再谈脱钩这个事情 它就很有现实性了 你包括前段时间 美国推出对华的这种芯片制裁政策 他就是在朝着脱钩的方向 在走了 就我不跟你玩了 欧盟也在跟着这么走 大家知道习近平如果连任的话 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方向 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所以这些事情都对中国 不论是在外交 政治 特别是经济方面 都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影响 但是呢 这些国家 他们也是在做 开始做准备了 然后吧 就是怎么说 谈到目前中国的情况 最近还有一件事 引起了很多关注 就是 中国国家统计局呢 推迟发布这个第三季度的 这个GDP的数据 那这个事情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对吧 你这数据你就发布呗 你编一编 让习近平高兴高兴呗 那现在这个数据吧 中国的这个经济就到了这种 包括政治就到了这种 你这种编都不太好编的这个情况了 你编出这个数据 首先你得让这个习近平高兴啊 是吧 第二 你还得让这个 还得符合所谓的这个二十大 这个这个气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这数据还得让外国人觉得 好像还能说得过去 你不能编太假 你假别人就当笑话看了 对不对 然后你还得让老百姓 也能看见 这数据 好像还真是那么为事 是吧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数据吧 真的不好编 不好编 你这个稍微 就是出点差错 那可能这个 不是让别人笑话啊 就是让北京不高兴 让习近平不高兴嘛 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 但是 他们就选择了推迟这个 发布这个数据 那这个事情吧 其实也是一个很愚蠢的做法 那习近平肯定不高兴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为啥不说啊 对吧 在我这个 对吧 这个伟大光荣的20大 开大会的时候 你居然推迟这个数据 你这不是让我添堵吗 反正这个事情就说明什么呢 整个中国的一个经济 现在走到了一个非常 不好的一个状况当中了吧 反正呢 就是这些天吧 在事情吧 其实也发生很多 我就是 一边看 一边给大家这么简单聊一聊 其实呢 我的心情还是在等待 就等待23号那天中午 到底是谁第一个出来 反正我依然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可能有些人会对我的这种状态表示嘲笑 但是咱们就走到最后一刻 咱们再慢慢看 好 今天呢 就这个聊这么多 这一集就聊这么多 咱们这个下集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